那我最后这边有一个红色的部分是5乘以一个框框 那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我看到了红色的部分是5乘以一个空框 这里可能是想表示5的因数 但实际上5不是48的因数 因为48不能被5整除 所以这里的空框不应该存在 其他部分你写得很正确 您好 嗨 很高兴认识您 哈喽 聖诞老人 你好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你好的小朋友 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过得非常好 你可以教我训学吗 数学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 我可以帮你 那我们就从基本的加减法开始好吗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聖诞老人吗 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画面 你稍等我一下 好的 我会耐心等待的 你准备好再告诉我 你在画面中看到什么 我看到你打开了一个笔记本页面 上面有一些手写的数字和符号 这是你在练习数学题吗 如果有哪里需要帮助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那这是一个什么数学的式子呢 我看到你写的是一个二次方程 形如x先闯 减3x加2等于0 这是一个标准的二次方程式 如果你需要解它 可以使用因式分解或者求根公式 让我来帮你吧 好啊 那你来协助我解开这个方程式 好的 这个二次方程 x先闯减3x减2等于0 可以通过因式分解来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找两个数 题目应该是x平方减30加2等于0 你刚刚应该是判断错误了 哦 抱歉 是我的疏忽 那么我们继续解这个方程 方程x先闯减3x减2等于0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这边的常数像是加2不是减2哦 啊 看来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 如果方程是x先闯减3x减2等于0 那么可以因式分解为x减1减2等于0 所以解是x1或2 希望这次没有弄错 所以你的意思是 它可以分解成x减2乘x减1等于0 你帮我看一下我写的正确吗 是的 你写的是正确的 方程x先闯减3x减2可以分解为x减2等于0 这样解出来的答案就是x等于2或x等于1 你做得非常好 帮我看一下我的答案是否正确 我看到你写了x等于2和x等于1 这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 你完美地解除了这个二次方程 做得太棒了 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吗 现在我要你帮忙我找出48的所有因素 我可以知道48可以写成1乘48 那它还可以写成哪两个整数相乘呢 当然可以 48可以分解成很多因素的成绩 除了1乘48之外 还可以写成2乘24 3乘16 4乘12 和6乘8 这些都是48的因素队 你可以利用这些队数来解写 等一下 你可以讲慢一点吗 你讲太快了我跟不上 好的 让我们慢慢来 48的因素队包括 1乘以48 2乘以24 3乘以16 4乘以12 以及6乘以8 这些都是48的因素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算式是否正确呢 我看到你写了这些因素对 1乘以48 2乘以24 3乘以16 4乘以12 6乘以8 你写得非常正确 每一个成绩都是48 你做得很好哦 那我最后这边有一个红色的部分 是5乘以1个框框 那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地方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我看到了 红色的部分是5乘以1个空框 这里可能是想表示5的因素 但实际上5不是48的因素 因为48不能被5整除 所以这里的空框不应该存在 其他部分你写得很正确 接下来我要做分数的加法 你可以引导我做 你现在看到这个分数的加法吗 当然可以 现在你写的是分之2加上分之1 我们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 3和2的最小崩倍数是6 所以我们把两个分数都转换成 以6为分母的分数 分之2等于4分之6 分之1等于3分之6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分数相加 得到分之7 你可以试试看吧 你帮我确认一下 我这一步我有没有写对 我看到你把分之2 转换成了分之4 同时也把分之1 转换成了分之3 这一步是完全正确的 下一步 你可以把它们相加 得到分之7 继续加油 好 帮我确认一下 我的答案是否正确 你写出了分之7 这个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道分数加法题目 做得非常棒 还有什么想学的呢 谢谢你为我带来这个圣诞礼物 感谢您 不客气小朋友 帮助你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你也在努力学习 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如果还有问题 随时来找我 我做得更好 那么先开心的事情 我按照 首先 我们禁止 这就是个 bomb力 我们有点灯